当地时间9月1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撒马尔反国际会议中心接受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授予最高友谊勋章。 米尔基约耶夫致授勋辞,他表示,今天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天,我非常荣幸向习近平主席颁授首枚乌兹别克斯坦对外最高荣誉、最高友谊勋章。 习近平主席为增进乌中友谊,巩固相互信任,深化两国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充满崇高敬意。 习近平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和卓越领袖。 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和亲自破话下,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骄人成就, 特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和赞誉,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上升。 习近平主席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和全中国人民的核心。 我坚信,在习近平主席坚强有力领导下,中国不仅拥有美好的今天,也将拥有更美好的明天。 祝愿友好的中国和平繁荣,祝愿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米尔基约耶夫表示,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引领下, 乌中关系日真成熟,充满活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今天,我和习近平主席签署的联合声明, 必将推动新时代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新高度, 不断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米尔基约耶夫为习近平主席配挂勋章, 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习近平指出,米尔基约耶夫总统向我授予最高友谊勋章, 充分体现出乌方对中乌关系的高度重视, 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义。 乌兹别克斯坦著名诗人纳沃伊说, 没有比生活在友谊之中更美好的事情。 早在2000多年前, 中乌两个伟大民族就以丝绸之路为纽带, 互通友谋,互学互建。 30年前,中乌建交, 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新篇章。 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有力促进了各自发展振兴, 也为维护中亚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注入了正能量。 我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商定, 深化新时代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致力于践行中乌命运共同体。 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努力, 谱写中乌友好新篇章。 最高友谊勋章是乌兹别克斯坦对外最高荣誉, 旨在表彰为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友好关系, 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以及对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人士。 这是最高友谊勋章设立以来首次颁售。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有关活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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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